Partiiип 請問 怎麼稱呼 名字李浩急 請問 可以問職業嗎 我在學校 當老師 什麼樣 什麼樣的老師 教韛文 我教博文 阿 好,那你平常喜歡什麼樣的興趣? 其實我平常就是打籃球 你會打籃球? 是是是 大概就是實現我小時候的共享 彈吉他 因為我覺得彈吉他很帥 好,請問你學多久了? 學大概兩三年了 我都是跟我學嗎? 你說零基礎開始 對對對,零基礎 好,那你對於你學習了 目前為止有什麼心得? 我覺得越學越多的感覺很好 那以前的話 那就只會簡單的去刷 那和弦這樣子 那現在會越學越多的方法跟技巧 越來越跟外面在演奏的那種感覺 看得懂人家在幹嘛 對對對 以前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目前你對於學習未來呢 未來有什麼期許? 對我來說我覺得能夠有一個時間 可以安靜的在這邊 跟著老師學吉他 我覺得這樣就 我覺得很滿意了 在家裡啊 不見得會有自己的一個時間 因為畢竟有家庭 那要負責小孩 家裡的事情要做 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出來 再來 其實是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歌 那未必 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好彈 那真的很需要有老師的幫忙 很指點啊 因為老師很厲害 他可以把一些很難的一些歌曲 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畫版為簡單 原來如此 我今天倒是有一個新發現 原來我這環境是放風的環境 原來是這樣 不能啊 不能放 是藍白老師 今天我教的這個學生是浩瑾 他跟我同年紀 很有趣的就是 所以我們聽的歌是差不多的 同時代的歌曲 所以跟他很有共鳴 教他的時候也滿愉快的 因為從零基礎教 我會發現像說他很有 他都對很多東西很有熱忱 也讓我很感動 那我也很希望說那個 好奇兄可以繼續保持這種熱忱 我可以教你更多好聽的歌 謝謝